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地给大家多说几段相声 对不对 其实相声我一个人也能演 别了 别了 我是那多余的 我怕大家看不习惯 叫一道具 谁是道具啊 怎么说话的 我是那道具啊 我高兴 我见到大家了 我高兴 你高兴 别瞎说 我忘了介绍了 他也是个人 什么话 他也是个那个 相声演员 演员 著名的相声演员 不能这么说 怎么不敢那么讲 你现在你了不起 怎么了不起啊 你现在你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富入皆知 瞧他说的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给我们朋友介绍介绍 他的名字叫 你叫什么来着 我就知道你拿我开心 不是开玩笑 咱俩人合作 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呀 你叫戴智诚啊 我的名字 你还叫戴智诚 什么叫还叫 不能瞎改名字 就是戴智诚 我为什么要这么介绍你这个名字呢 为什么呢 戴智诚这三个字 我跟大家讲 这里也有学问 这名字里有什么学问 这不是简单的三个汉字 那我这是 这是咱们中国古老的三个成语 我没明白 怎么我这名字还是三个成语 小朋友很惊讶吧 是啊 我来给你介绍 你给解释解释 他姓 你姓什么 脑子还不好 姓戴啊 戴 他姓哪个戴 哪个戴啊 戴罪立功的戴 别说了 像话吗 怎么 这什么成语啊 你不姓这个戴 我姓这个戴 也别这么说呀 什么叫戴罪立功啊 那应该怎么说 多难听啊 那好成语有的是啊 那叫感恩戴德的戴 你这人 你这个姓在前头 戴罪立功的戴 你姓戴 对不对 对啊 感恩戴德的感 你叫感之诚啊 对不对 哦 对了 姓还得放在前面 放前面 你名字可以往后 是吗 你智 哪个智啊 哪个智呢 胸无大智的智 有错了 有错了 什么 志气的智啊 志气两个字 是成语吗 今天让你在广州这儿 长点学问 啊 忠忠满智的智 什么说 什么说 忠忠满智的智 你瞎叫什么好啊这是 怎么了 你会写这字吗 忠忠那字笔画 多难啊那个 那忠忠满智 一点都普及 不普及不普及啊 先不普及了 成字就更好了 哪个成呢 一事无成的成 您瞧我这三个字啊 你这三个字在一块有讲 我这三字要放一起 说明你想戴罪立功 胸无大智 结果一事无成 您说 谁跟我起这么个倒霉名字 是不是这么讲 错了啊 叫有智者事进成 众志成成 建立我们美好的家园 大家说的名字好不好 名字好 对不对 有寓意 我们就是从你名字当中 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的笑料 然后把你的名字推出来 是用这种方式介绍 其实啊 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笑料 都是我们相声的素材 还有我的朋友跟我说 江坤 你呀 在搜集相声素材的时候 你别太啊 四处去找去 怎么意思 就摆我们家儿子 我们儿子造造具 那个例子举一举 就是你相声的素材 你这位捧了那儿子 那个语文 那个造具 对 这就是相声的素材 我给你讲一讲 你给介绍介绍 老师 让他用其中两个字 做造具 那么他这儿子 怎么写的呢 昨天下午 我不小心 把我其中一只 左脚弄伤了 其中一只左脚 你说你长多少只左脚 才能有其中一只左脚 我的事啊 你说 他说 我养的这哪儿是儿子 那您养的事 这是一个螃蟹 螃蟹这脚多一点 没事 老师让他用 又什么又什么 做造具 那你这儿子 怎么写的呢 他说 我妈妈长得又高又矮 又胖又瘦 不是你妈妈 到底长什么样 我娶这媳妇 这不是人 是一变形金刚 这句造的就不准确 最可气的是 写我这个当爸爸的 这造具里边 还写你这当父亲的 老师让他用 陆陆续续做造具 那这儿子怎么造的剧 下班了 我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 好 你别说 他这三个造具里边 就最后一个造的准确 是吗 你看他符合造具的条件 是啊 你看下班了 他爸爸陆陆续 我说你有多少个爸爸呀 这爸爸排着队回来 这不像话 这造具造的不准确 你说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 好好教育教育这孩子 教育孩子 加强语文的学习 我一打听 你别教育孩子 什么意思 先教育教这个 当父亲的吧 这家长有点责任 你这是他怎么 启发孩子和培养孩子的 他这父亲怎么着 你说孩子年纪轻轻的 他不教他好好学 语文的算术 是啊 他让这孩子 天天学如何炒股 炒股 炒股票 炒股票 股票啊 他这孩子多大 初一 刚上初一 就学着炒股 学着炒股票 一会儿涨吧 一会儿跌吧 哎呦 弄得脑子就跟这样子一样 你肯定的 晚上睡不着觉 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 九点钟才起床 九点钟起床 到了学校 你肯定迟到了 这老师能高兴吗 老师得着急啊 急着问他 几点了 他怎么说呀 两千三百点了 啊 这哪国时间呢 我问的是什么时候 他怎么回答呀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哎呀 您听吧 这孩子脑子里没别的 全是那股票 老师一指那个教室的门 你给我出去 他怎么回答 出不去了 全套牢了 哎呀 像你这么不好好学习啊 早就该给你套牢了 这是不是咱们相儿的素材 这都是应该讽刺讽刺的 还有的朋友跟我说 江坤 现在大家的节奏非常快 生活节奏快 你过去说那很长很长的相声 没人听了 说一些短小的 一分钟的相声 短 对 不是 您等会儿 说多长时间呢 一分钟 一分钟的相声 这说不了 怎么 我们相声啊 它有个规律 讲究得铺平电纹 你这一分钟时间太短 我们伸不开呀 他说 我从网上我给你发一个 我发一个预言相声 你看一分钟 它乐不乐 哎呦 这位同志说这一分钟的相声 没一会儿给我发过来 哎呦 它是这么写的 它怎么写这一分钟呢 它说有一只狗熊 狗熊 想吃蜂蜜 哦 从树上摘下了蜂窝 吃不着蜜 它在水里头挤 嗯 把蜜蜂挤出来了 呦 遮得这个狗熊绕世界跑 你瞧瞧 母熊在旁边笑话它 这母熊说什么了 哈哈哈哈 瞧你那熊样 还想泡小蜜呢 哎 这不错呀 哦 他这么解释这泡小蜜 一分钟 哎呀 谁泡小蜜 那谁是狗熊了 别别做 有点意思 这不到一分钟 大家伙就乐了 对 有效果了 嗯 这个预言相声 写的精彩 你说精彩 写的好 有个网友 我们北京周 这算什么精彩的 怎么呀 要讲精彩的我这有 你这比他这还好 现实生活的 真贬实弊的 哦 你这是现实题材 哎 我讽刺有些 现代不法分子 你给来一个 破坏我们生活的正常秩序 你说是怎么破坏呢 他说有一个小伙子 啊 啊 在家里没事 嗯 在那自己一个人印 印什么呀 印人民币 啊 印假套 这是犯罪的事啊 印的印的没留神 嗯 印出一张15块钱一张 这位手艺也是差点 印了白印 没这面子你花不出去 坏人有坏法子 他怎么想啊 他说我不在城市里面花 哦 我到农村去 到农村 我骗农民去 这什么想法啊 来到了农村 村口 一位老大爷 正在卖地瓜 哦地瓜 一块钱一块 呦 他拿15块钱 卖了一块地瓜 人家找给他14块钱 哎呦 他正给花出去了 找没人的地方 一看他那没哭了 怎么了 两张7块的 真的吗